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所以真正的修心不是追求外向 是修你的内心 你内心得到了 你外向一定得到 你的内心得不到宽容包容 得不到幸福 你的外向一定是凶狠冷漠 所以很多人比较冷漠 实际上他内心因为没有想通 所以他没有守相戒 你们知道相都有戒的 对不对啊 看见不应该看的事情 你不能脸像表示出特别兴趣 对不对啊 一些不好的东西 你看了之后 脸色表现出那种喜悦 那你就错了 守戒的人要明白 心不畏向动 心不畏戒动 就是守戒了 都没感觉自己在守戒 就像你们开车 在红灯面前 你停下来 你谁会觉得 我在守戒 你看 红灯居然我停下来 我不走了 你试试看呢 你走走看呢 所以我们非念 积念修 什么意思 你没有念头 你的念头才会真正的修 非念 就是非常的非念 积就是积极的积念修 也就是说 你没有念头 你才能积极的在修 你有念头 你怎么修你的念头 所以非心戒 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一边有念头 一边想修 那你并不是在心中守戒 所以不是正道 正道就是让你们放下 看破 无牵无挂 无挂碍 心无挂碍 那么心不在相 就是没有心相 所以人家说 这个人有没有心相 真心 真正的 修心的人 是心无挂碍 我没有一个心 来用这个心来修 而有些人说 我要用一个虔诚的心 来修我这颗心 实际上 你这个虔诚 就是因为你不虔诚 所以你才想用自己 一颗虔诚的心 来修这个心 大家听得懂吗 如果你今天已经是很虔诚了 你说我要用 这颗非常虔诚的心 这颗非常虔诚的心来修 没有自己 没有自己对别人的恶意 贪心 这个才叫善 你今天贪不贪啊 贪了之后你会善吗 你今天对别人恶了 很恨别人了 你这个人叫善人吗 在过去人家说 假善人 就怎么善出来 那么什么叫功德啊 你道德有没有标准呢 你跟人家争 跟人家闹 跟人家吵 你这个人有道德吗 没有德呀 所以人家说 没有德 这个字 没有不就是要欠缺吗 那么缺 德 就这么来的呀 人家为什么你这个人缺德啊 因为你没有道德啊 你缺家具 缺家具 对不对啊 那你缺少道德啊 那么缺德 就这么来的 所以要舍心修行 也就是说 当你修行的时候 你要很自然的 不要觉得我在修行 你已经在修行 你们已经是个好孩子了 你们已经会念经了 你为什么还要告诉人家 我是修行人啊 你已经在做善事了 你为什么还要告诉别人 我是个善良人啊 这就是我们说 学佛应该在守戒当中 所以一个人想到底 守也是不容易 想守戒 想舍 都是不容易 舍是什么呢 因为你觉得这样东西 你自己应该拥有的 你就不肯拿出来 因为你现在身上有一个不好的毛病 你不肯舍去 你就会拥有这个毛病 你今天习惯 喜欢讲人家不好 你不肯舍去 你这个人天天讲人家不好 最后就是一个恶人 所以修行修到后来 怎么样能够成道 怎么样能够得道 实际上就是看你的心 所以很多人连基本的做人的道德都没有 品质都不好 你已经在人间的地狱果道当中 你们讲一讲啊 人是不是这样 你骂他 他骂你 你恨他 他恨你 你恨他的时候 你是不是很痛苦 对 那么在地狱 那么他骂你的时候 你生气 你是不是又在地狱了 那你已经地狱进地狱出 那么地狱把你一判 你就到地狱去了 所以一个人一念佛 一念魔 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不要天天拿着念佛经的书 说着拜佛的话 但是犯下了很多口言 让自己的佛心佛德有漏 所以真正的舍要把自我都要舍去 没有自我 有什么自我 我有什么 所以要面子的人就叫执着 师父经常有意批评你们 当然很多人的面我批评你们 就是要你们放下呀 你做错了 你不应该接受批评吗 你批评了之后 你脸红了 说明你没有放下 你还有执着 供告我们 首先要认清自我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你算一个好人 还是一个不好不坏的人 还是属于一个坏人 你自己要对自己有所点亮 所以你在心中 不要去跟人家计较 一点点小事斤斤计较 实际上任何的斤斤计较 都会造成因果 只有理解他人 才能善解因果 只有帮别人承担 你才能离开恶念 恶语 诽谤和逆境 所以你去想想看 帮助别人 你是不是得到别人的帮助 你就不会有逆境了吗 你去全心全意的去帮助别人 谁来诽谤你 你今天离开了恶念 恶意 那么你承受的 那是善因果呀 而这些善因果跟他相应的 就是别人来爱你 别人来帮助你 别人来改正他们自己的错误 所以有的时候在人间看人 不要这个人做的对 这个人做的错 看问题 有时候不要在自己心中 先有一个是和非 这个人讲出来的话肯定错 这个人我告诉你 没有一句话是对的 你怎么知道他没一句话是对的 这个人很讨厌 你觉得他24小时都讨厌吗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绝对的 所以真正学博的人 所以真正学博的人 宽恕别人 不要用自己的邪知邪念 因为你对人家的看法不公正 所以你就会错看别人 你不能把握自己的心 来用正常的观点看别人 你最后就被别人看不起 因为你看错别人 人家当然会说你 这个人很没有礼貌 很没有文化 你这个人有嗔恨心 有嫉妒心 所以你的自私心和欲望心 才会产生 听懂吗 所以你去非常有芥蒂的 去伤害别人 那你慢慢的一定会离开清净心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 有些人穿得很整洁 但是他的心不清净 所以皈依正道是什么 实际上把握好自己的 起心动念 凡是正的事情就去做 凡是不正的东西 你心念动了就叫犯戒 你要时刻在自己的心当中 要守戒 因为你心中守戒了 你才不会去不认识自己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今天到超市去买东西 你很守戒 你从来没想过 我要拿一样东西 不付钱 师父跟你们打个比方好吧 你如果今天买东西的 你有一样东西 你今天只要心里想着 你不想付这个钱 你看看你接下来 人多难受 手发抖 出冷汗 左右看 然后走到门口 这种自动的 那种机器 你会很害怕的 你会害怕别人看到你的烈心 这就是为什么 这是你的心在动了 你今天心不动 你会害怕吗 所以当一个人破戒了之后 他才破掉了自己的人格 守戒的人 他就拥有自己应该的善良 所以一个贪心的人 一定会有欲望 有欲望的人 时间长了 他一定会贪心 内心痛苦 就是因为贪心和欲望 所以整天的 懂得舍 帮助别人 你就慢慢的 会放下 会看破 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 自我思维当中的 肮脏的东西 那么让这个世界呢 和你自己的世界 造成了太多的烦恼 和欲望 所以有的时候 一个欲望来了 做错事情 我们可以忏悔 和愧疚 而悔过 但有时候 它是一个责任 有的时候 你愧对了别人 不是你念 即便礼佛 大忏悔文 就能化解掉 所以很多人 年轻的时候 做了很多 对不起别人的事情 你心中会 留有 永远的痛 希望你们要懂 要发心 发愿 对众生好 做人 本来就具有的 高贵的品质 一定要有 那人的道德在哪里 做人之德 尊老爱幼 就是一个道德 先人后己 就是一个道德 不打妄语 帮助别人 就是一个道德 所以人家说你成就你 这个事情放不在台面上 你终有一天被你发现 你就倒霉了 所以就是这些问题 所以师父今天跟大家讲的 就是要怎么样来理解 这些问题 那个 跟大家呢 因为呢 能够在 现在靠电话教育 所以 能够跟大家呢 多多的 在这个网上 电视上 多接触 多接触 能够让大家呢 能够懂得 佛法 真谛 好 今天呢 白话佛法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师父有机会 就给大家做 更多的开示 也希望大家 能够好好学佛 如如不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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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